通过智能设备扫描人脸皮肤数据 定制出专属美容液 不用染发及可查看头发上色后的效果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很多餐厂品牌将黑科技融入美妆 让人们种草拔草一步到位 先通过仪器检测分析出皮肤数据 再根据个人数据配比出香气盒的专属精华液 这款皮肤配方仪吸引了众多观众排队体验 据介绍 这次展览是该设备在中国大陆的首次亮相 其定制特性让护肤产品变得全能 因为我先说过 需要根据你的皮肤的类型 偏干偏油而且敏感 你的需求我需要抗老和抗重 而不是直抗老 另外一个抗重 而不是两个分开的 可以放在一块 放在一块功效更好 而且更加适宜这个皮肤一次性 营养全部的吸收 另一展台则打造了一处未来体验店 眼球追踪仪让正在学习化妆 不方便触碰屏幕的人们实现眼控操作 基肤扫描仪 运用了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等技术 人们只需坐在镜子前 智能设备就会扫描检测个人皮肤状态 并据此做出相关护肤产品推荐 对 它已经测试完毕了 然后会开始对你全脸进行一个肌肤的扫描 所以你的肌肤年龄是比较年轻 然后保养得特别好 但同时它会根据你脸部的一个情况去 告知你在哪个部位 可能稍微会脆弱点 它会根据你脸部的一个情况去推荐给你另外的一些产品 人们在染发时常遇到染完后不满意的问题 在本届进博会上 有企业就展出了一款区拟试发色应用程序 通过测试个人性格后 系统会推荐最适合的发色 人们可以像照镜子一样 对比染发前后的效果 你看它可以不断地在变化 甚至我可以做一个左右的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左边是染发之前 右边是染发之后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你觉得 我们帮你推荐的发色 仍然不能满足你的需求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有更多的发色的选择 比如说我这边选择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红色 此外根据脸部不同位置肤质 配比出不同的精华配方的3D定制面膜 画皮美妆术等黑科技产品 同样受到人们的激难